大和报大和客户端记者郭志远门徒 他虽然过上了不足生活,子女们一直孝顺爱戴,但他依旧念念不忘理发事儿,坚持张罗起摊位,为还卫工,接葬了服务,依次收费两三块钱,老爷子不图挣钱,图的是个乐鹤,23日上午10点钟左右,在郑州市金水区石桥西里八号院,马松山老所在小区,他为一位还卫工理发完毕,为其刮脸去除脸庞的胡茶,老人非简区发, 干得认真,丝毫不马虎,这边乡,老人忙着理发,起身旁,多位还卫工,街坊们排队等候,一直忙到中午,他才将最后一名理发者送走,在此期间,老人的一个细节引人注意,就是给每个人理发,他没有提收费的事儿,而是理发者掏三块,两块钱丢下,抽身离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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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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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